陳時中說現在跟周玉寇說不熟 已經太慢了 就像是戒毒症候群應該很痛苦 那麼今天陳時中在受訪示範集 說用醫療名詞來做炫弄 柯文哲自己才有這樣的症候群 也強調說跟周玉寇只有公務往來 沒有私交 但是呢 蔣萬安表示說 兩個人表面上是做的切割 但實際上卻是在合謀 黃珊珊則說 綠營長期仰側翼 仰到變成了自走炮 現在應該是回不當初 黃珊珊 市場掃街 攤商們好熱情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跟大家拉近距離 不過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近日警咬 蔣萬安父親飛聞 陳時中恐怕要跟他保持距離了 柯文哲酸現在跟周玉寇 專不熟已經太慢了 陳時中向戒毒症候群 應該很痛苦 用這種醫療的名詞來做一個炫弄 然後來形容一種不存在的一個情況 我想他可能自己 還有這樣的一個症候群 我跟周玉寇就是在公務的往來 相關的新聞需要的時候 我們接受訪問 將我們的政策說明清楚 至於在私交 我跟周玉寇一點私交都沒有 切割周玉寇說跟他沒有私交 不過三年內就上了周玉寇節目12次 說沒交情 藍營才不幸 喊出票投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所以難道陳中忘了當時周玉寇說打不到高端 還要邀他一起去打高端 這樣的好交情其實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比得上 他們就是表面上要切割 實際上暗地合謀就這麼簡單 綠營長期養側翼養到變成自走炮 我想他們應該蠻回不當初的吧 這個自走炮陳時中也管不到 而周玉寇猛攻蔣家雖然引起中間選民反感 不過黨內也分析有助於鞏固綠營基本盤 我想我們都不需要用這樣的東西來做政治上的操作 在於選票上面我們在於是當全民市長 我的目標是全民的政策 希望能夠造福台北市的市民 兩人牽扯一起就怕周玉寇不是超級助選員 反倒提有救火不利選擎 記者是黃偉才 台北報導 記者是黃偉才打的